好無聊的手機喔 4月第一週電探也開始遠端在家工作了 這集的小電報我是在家錄的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A馬2020米粉捷來啦 迎接小米十週年慶這次一口氣 推出11款新品 超過100個品項推出優惠 還有現金券大放送喔 不過優惠呢有一點點複雜 就讓我來跟大家解釋解釋 首先呢從4月1號起 在小米雙城就有150元 100元和50元的限量現金券發送 那麼連續簽到三天呢 就可以獲得500元的現金券一張 再來呢新推出一個所謂的積分兌換制 新用戶呢只要註冊積分制度 就可以獲得250元的現金券一張喔 然後在4月1號呢到4月12號期間 購買任一個商品就可以獲得雙倍積分 簡單來說呢就是從4月1號起 就可以到小米商城官網領先聽券 然後累積積分 然後從4月7號10點鐘新品開買 一直到4月12號米粉結結束 這段期間呢你買越多 用會也就越多喔 至於這次呢比較受到關注的新品 應該就是小米特別推出的掃拖旗艦 米家掃拖機器人 它採用的是新一代的LDS 雷射導航跟高達12組的感應器 不採用碰撞的方式呢 來進行周圍環境的偵測 也對家中的擺設更好 更提升支援三種掃拖模式 掃拖、單掃跟單拖 讓用戶自行選擇 而且會因不同材質的地板 拿均勻的給稅 售價呢是新台幣8995元 另外當然還有像是很多人都推薦 便宜好用的小米液晶手顯版 升級藍牙5.0 售價只要1995元的小米藍牙耳機 Air2等等 詳細新品就在這邊 給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 微軟宣佈Office 365 將在4月21日 正式升級成Microsoft 365 什麼是Microsoft 365呢 簡單來說啊 它就是以Office為基礎 但新增了更多雲端應用 和版本資源 包含了Microsoft Editor、Presenter Coach PowerPoint Designer 跟Money in Excel等等 從四面上的意思呢 不難發現啊 它其實主要呢 是在提升編輯文件的正確性 進行簡報訓練 或是美化設計 等等的一個體驗服務 另外呢 還加入了Microsoft Teams 跟Microsoft Family Safety 我只能說 他們終於願意把Teams 也加入到這個訂閱制的大家庭了 不然同樣都是微軟家的服務 為什麼我要一次訂閱兩樣東西呢 Microsoft 365的個人版和家用版 將在4月21日 在全球同步推出 那個人版呢 一次可以在5個裝置上使用 台幣是219元 那家用版呢 最多可以6個人共用 同時在30個裝置上使用 那每個月的訂閱價格呢 則會是新台幣320元 歐美科技媒體都十分喜愛的 一加手機 正式宣布他們在4月16日 將舉辦 星機一加8系列的 線上發表會 在此之前呢 他們其實已經舉辦了一個 螢幕技術溝通會 公佈了120Hz 2K OLED螢幕的技術細節 並且呢 會在最新款手機 1加8 Pro上面採用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再加上他將搭載了5G 以及高通消耗 865處理器 和50W的快充 可能會是接下來 最讓人期待的 旗艦級手機之一囉 只是呢 在台灣的我們呢 真的很難玩到 希望有機會 可以再跟他友們分享囉 這就是這次的 科技小電報啦 其實在家工作 感覺真的蠻微妙的 感覺呢 需要一種儀式感 你要坐到書桌前 然後泡個咖啡 然後先來一場視訊會議 才會有一種 真正開始工作的感覺 不知道有多少 他友們也已經開始 這種遠端在家工作的形態了呢 不過還是提醒大家一下 廉價期間 只要出門 就記得戴口罩 勤洗手 讓我們一起好好度過 這個關鍵的四月份吧 喜歡今天的科技小電報 也別忘了給我一個讚 然後要記得訂閱 電他上的頻道 也別忘了開啟小鈴鐺通知 才不會錯過第一手的消息唷 大家掰掰